我也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 但是我們就遇到了 嗯...就是有一點 嗯...從...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啦 就是我們應該是雙方有一點 我不知道是誤會嗎?還是他們在 有點像是硬拗 就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就是反正我們簡單來說 我們從頭開始講好了 就是我們有拍攝一個MV 然後這個MV就是疫情 然後有一個什麼 我把這個名字講出來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啦 就簡單來說就是我們雙方有一點誤會嗎?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個誤會 但是我們從頭就開始跟大家講啦 就是有朋友邀請我說 我們要去拍攝一個MV 雖然預算真的是超低 只有五千塊 但是他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就是... 慈善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慈善什麼的 他叫做什麼 台北動態藝術嘻哈文化職業工會 然後就是說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慈善 所以他們預算有五千 那我想說 那如果他們真的是在做什麼慈善啊 或者是幫助別人的話 那五千我覺得其實也還好 多一支MV真的是少到爆炸 但是我就想說沒差 我就接了 就我也去幫他們 所以我們就從前期 然後我們在想說 每一個畫面啊 每一組人要拍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們到了拍攝 前幾天 他還說 我們要 可能要增加一些器材的內容 那我就說 那這樣子可能會多一些預算 那他也說 OK 那就 希望就是 因為是慈善嘛 那就盡量 我能給他們什麼 就 啊 就 就給他們一些東西啦 那對啊 然後就到拍攝當天 我們就 真的是 東西頗少了 就因為真的是 沒有什麼東西啦 就沒有預算啦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出什麼太大 然後也沒有人 欸有啦 也沒有人 真的是沒有人 可能只有三個人吧 就是 我要包含 燈光 跟攝影 我一個人要單挑全場 那其他也是根本就是沒有經驗的 就是 等於公讀生 就是 我要叫一個公讀生去幫我 扛燈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反正我覺得 大家是頗認真的啦 那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也不關他們 MV製作裡面唱的人啊 或是做音樂的人 這些完全不關他們 是單純就是 這個神奇的 這個 嘻哈職業工會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 最後跟我 就是 講的資訊 跟前面講的 就有點不太一樣 到了 就是他們 好像要申請補助吧 所以 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 最後有沒有申請到補助 反正到了 過了好幾個月 已經到了現在 應該已經快要半年了 對 應該快要半年了 然後 我們就 沒有錢 完全沒有給我錢 然後我現在又在詢問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啊 結果才發現 結果他的 五千塊預算是 整個MV的製作費 所以他說 那個五千塊其實在當天 買便當就花光了 我覺得 很瞎 就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溝通有點 不知道是怎樣 結果 你 你買便當就把五千塊 就 買便當 對啊 買便當就五千塊 因為是一大頭人 應該還滿貴的啦 結果 我覺得 我覺得 預算 就是 我收不收錢 其實沒有差 但是 我覺得 有收錢就是有點像是一個小行儀 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有點像是出器材費 因為我人 根本就 沒有算他錢 我平常出一個人 就 早就超過五千塊這個預算 沒有器材 我就超過五千塊的預算 所以我根本就是 完全是贊助他們 所以我出我自己的器材 真的是完全 有點像是 支持他們嘛 然後現在又有點被搞 這樣子 就有點 然後 當天用器材 也有一些東西有損壞 我也沒有再跟他們 斤斤計較 他們現在五千塊 就 就 說什麼 就當天便當錢 就花掉 我也真的是問號 就 我知道中間 我不知道 這到底是從 就是 溝通的問題 但我是覺得 比較像是他們 有點像是 刷廢 或者是 就不想給我錢的概念啦 就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就 目前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 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我覺得 這整個事情 如果可以重來 我們 應該最一開始 不管是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做拍影片 就 我是攝影師嘛 那我拍影片做什麼事情 所以 盡可能在一開始 我們就 簽個 合約啊 或者是 就是簽個書面的東西 我覺得會 對雙方比較保障 而且我們說了 像是我們 後期 我們也修改 非常非常多次 真的是 多次到爆炸 這個我也很麻 腦袋快炸開來 就是他們 硬拗 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在趕極劍的感覺 就是每天 然後就這樣子 一直 高 就花很多時間 然後再 處理這個影片 然後又變成 我處理完了 然後變成 他們又提出他們的想法 跟意見 就是又把我的洗掉 就變成 他們有點像是 把我當了一個 工具嗎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們是 叫我 做什麼 然後我幫他們做什麼 的概念 不是我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去 幫他們做這樣子 就 這兩個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是叫我做什麼 然後我來做什麼 所以如果有 如果 付錢 那我當然沒有話說 但是他現在是用 說沒有錢 就 我整個問號 所以我們 我浪費超多時間 然後我們器材又有點損壞 因為 反正 合約啦 就是 就盡可能 不管是大小的 五千塊 我也不知道 五千塊到底要簽什麼合約 但是就 盡可能 可以簽合約 就給他簽下去 就 把 全部 該寫的寫清楚 器材啊 人啊 什麼事情啊 全部寫清楚 後製啊 你要後製 修改幾次啊 或者是怎樣 全部把它寫清楚 我覺得會被 對雙方比較保障 那這次就算是 學經驗 那也是因為 沒有簽合約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播放 這支MV在我的頻道 因為 理論上製作影片呢 其實是 有著作 著作權嘛 反正有 可以 自由使用的權利 我覺得 就 對啦 沒有簽合約 所以你才能看到這支影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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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